Lamico桃園二軍更換投手 換上是年紀相當輕的賴智元 背號89號的賴智元 那麼首先上來呢 就要先面對這個 一個飛車出局 一個滾地球出局 他投手的一個角色 不過後來也都 算是 肩發蹤跡 哇這球結果自己要採用犧牲觸擊 而且雷上跑者已經先走了 哇 這一球這樣亮來的 可能是打跑之類的 來自台中的台灣體大 包括今年這個世大棒 他也是中華代表隊的成員之一 棒球生涯 學生時代都是在台中市來完成的 就來自這個西院中學 來到了第一棒 有可能 戰術也是有可能會發生 實力 哇這時候 幾球累積過30次的一個倒壘成功 上去就可以成功倒壘喔 對 哇 有沒有辦法來解決這個危機啊 這一球 哇還是沒有減 這球 一個擊球的手感喔 確實還不錯 吃一下喔 做一個雙倒壘的一個戰術 伏手來說可能比較好抓喔 對 哇 結果這一球 一好球三壞球 哇 不過 再投出了四壞球 寶宋 對 一三壘做一個屈前的手背 如果 比較 中華培訓隊齁 一起培訓的選手齁 哈哈哈哈 朋友不要錯過這個 比賽的時間喔 那有可能 賴之源控球出一些問題 或者是這一球 先看一下 結果穿越出去 形成安打 看他回來一番是兩分 第二分 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哇 吳國豪回到本壘啊 攻下了 雙殺手背的話 遇到這種比較強勁 或稍微比較兩側的球 一出局的一個狀況 壘上跑者走 哇 投了一個挖地 哇 那連船都沒得船了 其實在今年二軍喔 那麼他也是有過 兩好球一壞球 這一球 打到的是在游擊方向 游擊手凌晨飛接到之後 也只能選擇船一壘了 哇 雖然前兩個打斜都吞下三陣 是 邊邊角角的球 又沒有受到阻損 他投球主要的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不過這個好球搶下來 對於賴志遠 兩好球兩壞球 這一球打到的是在左外野方向 凌晨飛過去 將這一球給接近手套 結束了這個半決試 對二軍 變得很快 對еж又不是 明瞭 倒是 行 作詞 居